剛講的兩個部分 一個是這個叫用公式 裡面沒有用任何的函數 一個是用sample.round加round 如果說我今天我要更快一些些可以做完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你會發現用公式好像真的比較麻煩 因為要串很多 這個稍微快一點點 可是如果最快的話還是按下去就可以了 按個按鈕 然後當然我們這邊會有三個按鈕 那它的差別這個跟這個看起來結果一樣 可是你會發現 只要你看一下這個資料編輯列 你就可以看出哪裡不一樣 這邊的話基本上背後是一個公式 那這個按下去的話 它的背後是最後的結果 那這一個是清除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我想前面寫蠻多的啊 所以你慢慢要熟悉啦 反正我們的寫VBA的流程都固定了 1一定是開發的原 2Visual Basic 3怎麼樣呢 插入一個Modular OK 然後呢 4的話呢你就插入一個什麼呢 一個sub 那這個sub名稱你就叫月考底線公式好了 所以插入程序 輸入月考底線公式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跑一個回圈 回圈的範圍呢 基本上我的習慣是把這個VBA縮小一點點 然後看一下 我是13列到從13向下追蹤 所以我從這邊Ctrl向下追蹤到 那剛好就27 所以我這邊的話可以for i 等於3到最下面一列 一個NAS 那我要做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把東西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我把這個儲存格的敘述寫在前面 哪一籃呢 其實主要是這個籃數 等於什麼呢 後面呢基本上你可以給一個空置串 那這個空置串的裡面要放什麼呢 你就把這邊的公式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完記得取消 因為如果沒有取消的話 你現在切點不下去 好像VBA當掉的樣子 之前蠻多同學都這樣 原來是因為你游標還在這裡 所以請你把它要不就點旁邊 要不就按取消 好取消完之後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裡面來 那我講過 其實你只要掌握兩個要訣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裡面如果有雙引號 就改成兩個 剛好這邊沒有雙引號 所以可以跳過 第二個是裡面的會改變的 13 13 那我怎麼知道13 通常是會跟這個數字一致 要不然你有個方法 你可以到你的那個這個 Essale裡面看一下 如果你點這一筆跟下一筆 兩個會有差別的地方 它就是需要變動的地方 OK應該可以概念 這應該沒有問題啦 反正以後你就把它當成固定的SOP 你將來要怎麼輸入 這個OK了就沒有問題了 再來就是要熟練 因為我發現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你不會 而是你不熟練 因為你不常用 那做法 我這個怎麼做呢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前後加空白 這個13一樣 把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視一下 把13蓋過去 OK了 最後的話呢 我有這邊有格式化成 沒有小數點 不過這個可以拿掉 沒有關係 好 假設這樣子 那輸出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 剛剛的公式呢 一個一個的 就輸出到它的什麼呢 這個I來 我先把這個先清除 所以底下有個月考清除 這個月考清除跟剛剛的 差別只有裡面的公式 跟後面的空置串而已 這邊清除 那不過我是建議 如果你還不熟的話 你乾脆記一個F8 F8是足行的意思 足行是你按一下F8 它會跑一行 那你可以看到細節 有沒有 輸出了 這邊一個 然後NASER的話呢 因為現在的話 I會再幫你加1 所以NASER實際上就是 把I加1 再倒回去 換下一個意思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 那就是 Sales的I列的13 就I14 就這個儲存格 把這個東西丟過去而已 概念大概是這樣子 丟過去 有沒有 其實這裡面放的就是什麼 放的就是公式嘛 14 有沒有 一此類推 如果沒問題的話 全部把它執行過 OK 這應該沒問題啦 公式 反正以後怎麼寫 都一樣 頂多是怎麼樣 如果說你將來 輸出不只I欄 可能很多欄的話 比如說你要同時輸出 4欄5欄6欄 你只要寫一個回圈 然後呢 裡面可以指定 很多欄的資料 就是放在 你可以同時輸出 很多欄的資料 那就可以達到一件完成的目的 這個後面還會提到 不過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第二個按鈕 就是 按下它 不是用公式 而是 最後的結果幫我丟過來 那可能我們就需要 把剛剛的公式的概念 把它轉換成VBA 欸 公式 怎麼把它變成VBA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說呢 它這邊 前面有錢的符號的話 表示是固定 固定的儲存格 那我會用RANGE RANGE什麼呢 D11 欸 用固定的位置 如果前面有錢的符號 我用RANGE 直接是固定的位置 那如果會變動的 像這個13 會變14 那我會用SELS 那主要的原因 因為SELS 它裡面的兩個參數都是數字 那 那個FOR迴圈裡面呢 也都是只能夠用數字才會給加 所以差別的是 那我要怎麼寫 這個月考的第二個按鈕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一樣 寫一個回圈 第二的話呢 一樣怎麼樣 先輸出到愛烈的愛蘭 那我剛剛講過 剛剛那個公式有沒有 我剛剛有個這個公式 如果我要把這個公式 轉變成VBA的話 不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這個 如果我要把這個公式 轉變成VBA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利用這個來改 那怎麼改 第一個 如果 它這個位置 假如說前面沒有鎖的符號 我用SELS SELS 哪一列呢 第十三列 哪一欄呢 逗點 D欄 所以有點像在這邊做 翻譯 把那個翻成這邊 乘上什麼呢 乘上 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的話呢 我這邊有鎖 以後如果是固定的位置的話 那我的習慣永遠不會變動的 那我指到這個位置 我就用Range的方式來處理 這邊的話我加一個Range H 那它是什麼呢 它是D D11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呢 一樣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都一樣 拿這個來改 Ctrl鍵按住 拖拉一下 13一樣 這邊改成1 這邊改成1 OK 後面還一樣 所以把這個拖拉一下 Ctrl鍵按住 這邊改成F 這邊改成F 好 其實程式就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基本上 這種寫法呢 就是等同是把它稍微做個翻譯吧 所以我這邊寫完之後 月考的這個Sub 假如說呢 它的位置呢 會變 我更正一下 這13應該改成什麼 應該改成I太對 那如果你用Range的話呢 你這邊就 還要必須要串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Sales的話 直接把I放進就可以了 不用像剛剛還要這樣 像這邊還要串一個 如果你用自串的話 用Range 後面要寫這樣子 那Sales直接放進來就好 那當然呢 如果用Sales比較簡單 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如果說用Range固定的位置 然後再加上什麼 這個E13 所以這邊一樣用I 讓它換下一個 那底下這邊也是用I 然後呢 OK 好 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啦 反正就是從這邊 把它做一個 好像有點翻譯的味道 然後把資料呢 一個一個幫我把它丟過去 那我們一樣 按F8 先把資料先清空一下好了 清空 然後再來我們來跑跑看 基本上我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然後F8 一樣嘛 13對不對 所以呢 我一樣要丟到這邊 丟什麼呢 幫我把後面這一串 先算完之後 丟過來 OK 算完之後 嘿 84 有沒有 因為基本上公司一樣 所以丟的東西也應該一樣 那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就14 一隻類推 所以把它全部執行 OK 看到的結果就這樣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希望呢 像剛剛我們這邊有加個Round 那其實VBA裡面 它用的函數名稱 跟Excel裡面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加個Round 你可以這樣 Round 然後呢 然後呢 把它移到最後面 豆點 0 後刮 這樣也可以 那這個Round 是VBA裡面的Round 跟那個Excel裡面 雖然名稱一樣 可是 是不一樣的東西 特別重要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在VBA裡面用的函數 那上面這個是丟到Excel裡面的函數 兩個名稱一樣 但是 你知道你真的是 真的是無法理解 所以之前好像有個新聞是 什麼 那個駕駛員 他居然隨地 小便 被記者拍到 一個駕駛員 後來呢 記者問他說 你為什麼明明有廁所啊 你為什麼不去 那駕駛員說 因為我擔心霧點 對 因為他可能去了之後呢 他只要差個幾秒鐘 他都覺得時間是不OK的 所以你看那個 那當然這個地方意思是 兩個是不一樣的 OK 好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我們剛剛主要呢 把 1 輸出公式 2 輸出結果 3 3 清除掉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三段程式 雲端上也有了 所以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這邊 月考公式 然後月考 然後月考清除 不過我這邊好像有換行 差別其實大致上差不多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